无名现身阻止绝无神登位 恼羞成怒的绝无神当即下令 要让无名几人死无全尸 一众鬼刹罗根本不是几人的对手 被无名几人轻松击败 绝无神眼中寒光一闪 硬起内力震碎爱似的龙袍 飞身下台对上了无名几人 只见绝无神猛的一脚灯向地面 一道金色真气迸发而出 无数石板和红毯碎片攻向几人 绝无神趁机逼近猪黄 一记杀拳打在猪黄的腹部 随着绝无神的一声两天怒吼 猪黄惨叫着往后飞去 口吐鲜血以无再战之力 绝无神的心腹带着绝天离开 留下决心自生自灭很是心寒 再看另外一边 无名和不惊云充当主力 联手对付起了绝无神 绝无神故忌虫师一脚登地 煞世间无数碎石红毯四射而出 砸向运弓硬扛的无名两人 两人艰难抵挡一阵后 相继发起凌厉反击 无名更是用出了万剑归宗 由于无名处于残血状态 无法发挥万剑归宗的真正威力 根本奈何不了绝无神的不灭精神 绝无神再次仰天怒吼 一招将无名打飞了出去 而绝无神强行接下万剑归宗 竟是露出了不灭精神的罩门 顾晶云早已蓄势待发 趁此良机用出圣灵剑法 以极快的速度逼近绝无神 一剑刺入绝无神的夜下 成功破掉了不灭精神 绝无神精神破灭发出阵阵惨叫 随着不精云旋转九九八十一圈后 方才狼狈落地失去了生命气息 精神已灭 绝无神 你死定了 原来爹的不灭精神 死了是硬下 想不到爹最后 人家栽在罗鸣和不精云的手上 什么这样 令众人始料未及的是 本因死去的绝无神再度复活 七七四十九计杀拳打在不精云的身上 瞬间将不精云打倒在地 正当绝无神要下杀手之际 一袭红衣的聂峰及时赶到 靠着身法轻松躲过杀拳 施展风神腿对上了绝无神 绝无神的不灭精神已破 又连续经过两场恶战 实力不在巅峰状态 竟是被聂峰逼得颇为狼狈 短时间内根本奈何不了聂峰 最后抓准时机用出杀拳 这才勉强将聂峰打退 珠黄剑状将血引刀扔给了聂峰 聂峰接过宝刀挡下数计杀拳 随后用出了四十米大刀 聂峰的魔刀大败绝无神 绝无神剑是不妙溜之大吉 聂峰施展轻弓追了上去 来到了一条隐秘的秘法 跟着地上的血迹 聂峰一路追杀绝无神 却不想中了决心的算计 一颗巨大的石头滚向聂峰 被聂峰一刀劈得粉碎 巨石中的迷烟蔓延开来 将聂峰迷晕了过去 决心现身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 画面来到无神绝功 绝天担心起绝无神的伤势 绝无神将至尊带回了无神绝功 部下重重陷阱天罗地网 就等无明几人前来营救至尊 无明猜出绝无神的算计 表示要想攻破无神绝功 就得知道无神绝功的机关不正途 而无神绝功的前身是天下会 没人能比熊霸更加了解里面的机关 可熊霸早已归隐山林 不问世事啊 这到哪儿去找他呢 无成居 无明准备去无成居找熊霸 却不知眼前姓曹的太监 早已暗中投靠了绝无神 绝无神得知消息后 派遣鬼刹罗来到无成居 要将熊霸给杀人灭口 天装天